你绝对没见过这样救人的医生 病人刚刚开膛破肚 可医生却突然停下手术 拿出了一颗糖豆整活 结果忘了摘下口罩 让糖豆掉进了病人的肚子里 而医生不想浪费 居然把手伸了进去 在病人体内找了起来 不过拿出来的并不是糖豆 而是射进病人体内的一颗子弹 为了不被别人发现 吓得他赶紧又将子弹塞回了原位 接着他又扒开伤口找了很久 终于才找到了那颗糖豆 但糖豆上面沾满了病人的番茄酱 有洁癖的医生只好把糖豆放进水杯摇晃清洗 随后用钳子夹起来一口吃掉 而这时真正的医生和护士们才打了回来 原来就在三分钟前 男人独自来医院看病 不小心从地上捡了一个听诊器 结果被护士误以为是医院刚刚请来的专家 直接将他拉进了手术室帮忙煮刀 手术台上躺着的是一个警察 刚刚在抓捕坏人时不幸中担 现在急需开刀抢救 可就当医生们刚划开皮肤 一个护士却突然跑了进来 说隔壁的病人快要嘎了 让大家先去隔壁进行手术 让男人留下来照顾警察 防止出现意外等大家回来 于是无聊的男人开始整过 才发生了开头那搞笑的一幕 过了半年医生们从隔壁忙完返回 开始继续给警察手术取出子弹 可找了半天都没发现子弹在哪 于是男人不忍服毒 连忙让大家停下看自己表演 还表示这种小儿科只要一只手就能搞定 让大家好好看好好学 接着只见他伸手进去扣来扣去 子弹就轻轻松松地被他找了出来 紧接着听见金属碰撞的声音 医生们瞬间都蒙圈了 随后警察逐渐有了心跳 大家纷纷开始鼓掌 称赞男人不愧是专家 轻轻出手就积压群雄力拔头筹 但这还没完 当男人走出手术室 一个病人家属就撞见了他 不仅把他当成了医生 还要他救救自己昏迷的女儿 看着众人殷切的目光 男人只好硬着头皮上阵 可外行毕竟是外行 不管他怎么搞怪 女孩都始终没有醒来 于是男人拿起了电机器 学着电视里那样给女孩点击 可不管怎么弄女孩都没有反应 男人感到纳闷 凑近一看原来是没有插电 紧接着插上插座 一气瞬间亮起绿灯 男人拿起电机器放在耳边听了听 打算先自己试试电压 于是就这样 女孩竟然被男人的奇葩操作给砸醒了 他们痛哭流涕 连忙上前拉住想要溜走的男人 接着为了表示感谢 送给了男人一台限量跑车 让他开着去看画展 可没想到刚进场 男人就对着价值三个亿的名画 打了一个喷嚏 看到自己的鼻屁 他下意识地掏出口袋里的手指去擦 可他不知道手指上有墨水 竟然跟着一起涂在了名画上 原来是口袋里的圆珠笔漏墨 把手指也给浸湿了 男人瞬间感觉天要躺了 自己就算五百年不吃不喝打工也还不起 于是他连忙关上画展大门争取时间 接着把画取下想用白衬衫擦干净 可忙中出错一个不小心用力过猛 不仅把画弄掉还跟着踩了地角 看到自己越搞越杂 男人觉得生意已经没有意义 但为了不悲上巨额债务 他还是要想办法解决 于是男人用白布盖上的画 偷偷来到了画展的杂货房 在一堆瓶瓶罐罐中 他拿出了强力去屋 感觉这个东西应该能够去掉圆珠笔的男人墨水 他用手指沾了一点轻轻擦拭 结果发现这玩意已经很急了 很快就把墨水清除干净 男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感叹着回家后一定要买个十瓶强力去屋 感谢他今天的救命之恩 可当男人主播投后 价值三亿的迷惑竟然开始暗门 他来强力去屋记的效果太好 竟然连原本的颜料都能去除 男人颤抖着拿起手指 拼命做着最后的补救 可随着他的一顿乱擦 零画彻底成废 这下是真的要量量的 随后男人绝望地把花战固化成了 而这时负责摸鱼的保安 看着空浪浪的场面做出一张画 他询问男人究竟做了什么 那男人并没有 是打算掀开白不让的 保安瞬间崩溃了 他说要是被上级知道此时 他肯定会被开除 并且承担责任计额赔偿 到时候他就不能每天吃上最爱的线 还要每天在谢保王期盘 可事情已经发生了 两人终于接受 保安只好先把话放进保险部的背后 祈祷着有奇迹发生 但男人非常的有难道 为了防止保安做傻事 结果没想到既无意见得 保安儿子的房间里 竟然有那幅名画的照片 男人一听瞬间就来了主意 只见他立马换上夜行衣 偷偷进入画面 先学猫叫引开夜班保安 接着往夜班保安的水杯里找谢 把厕所的钥匙调放过去 等保安回来后 肚子瞬间就来了反应 保安拿起钥匙就急着 但要是不对的 他只好反过朋友 一把一把 而男人这边则成功前例 先把名画用刀子下 把用照片打一批的用法 装上画了 接着把眼药水到 狙击蛋液的身上 不算画上故意做作 最后再用吹风皮玩指出 棘手的男皮就彻底了 到了第二天画场看 男人的作品一讲乱真 骗过了在场的所有人 那么全片中都没有出现男人 你知道男人到底状态吗 原片原笔只说清楚 我是蓝蓝 我们下个视频 都没有出现了 感谢观看